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小黑 今天呢和曼曼还有一个朋友一起出来吃这个 鸭鸭鸭鸭火锅 哔哔哔哔火锅 我很期待 如果哔哔哔哔开家火锅的话 应该生意非常好 好吧 就这家火锅店的话 我是第一次来吃 当然今天的惯例就是曼曼请客 下面有请我们的李老板登场 打个招呼吧 哈喽 没关系的 你美颜了美颜 美颜了 美颜了呀 真的美颜了 老板 今天让你破费了 我准备多吃几颗牛肉 A 我两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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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多多投币啊 OK 刚刚我已经下完单了 就随便点了几份牛肉 什么肥牛 牛眼肉 蛇牛什么的 也不贵了 也就七百块钱 虾黄 这个虾黄好爽 看看面 分面 可以按一个人的份量 他是按一个人份量算的 是一个人的份量 哦 对 所有菜的份量都是按一个人的份量 我吃这个也太贵了吧 所以吃了按一个人的份量来算 对对 整个意思 是南美金球美牛 算的时间是8到10秒 看一下这个锅里的颜色还是非常棒的 就是不知道吃一下香不香 介绍一下这个什么 什么 三色面 然后呢 就一坨 三坨 一人份量 一人吃一坨嘛 一人一口嘛 我的口乐 我不要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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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我的调料 吃火锅 这个干碟油碟 看过来 你这酸奶都吃不吃的饱了 吃的 吃不应该是吃不饱 但是吃的精致一点嘛 小吃一点 看来漫漫不是特别满意 下次去吃自助吧 去吃自助 那性价比就非常高 吃自助我们三个人 一人100多块钱 我说那个吃的是 你看 哈哈 这感觉不一样 这个可能味道可能更好的吧 我们先不要 我们先不要以价格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口感 这个食材 这个食材 你不是普通豆腐 不是进口豆腐皮吗 这个是日本产的豆腐 我去拿调料 这是日本豆腐 然后这个牛肉 也是日本的牛肉 怎么 插个小型的是日本牛肉 哦 那个是巴西的 巴西的 那是巴西的 插个小型 它就是巴西的牛肉 应该是巴西的吧 南美洲 南美洲的牛眼肉 是吧 对牛眼肉 南美 OK朋友们 这里一共是342元 给你们看一下 有三个 有差不多有四个荤菜 主要的 有五个吧 然后牛肚 两盘牛肉 那个虾滑 这边是一个牛黄猴 其他的菜就很普通了 现在尝试一下这个 南美牛肉 不是国产的 不是国产的 要讲究一点哈 讲究呀 你这不讲究 你这肉 牛肉 为什么去给他 好 先蘸点这个干点 可能是我煮过头了 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肉的口感还是非常不错 肉的味道非常浓 这次只烫了差不多五秒钟 什么都不蘸 这个这里是什么都没蘸 然后呢 只烫了五秒 肉汁非常的筋道 一入口那个牛肉的味道特别浓 确实要比我之前吃的那些火锅店啊 自助餐厅里面的牛肉好牛肉要好一点 这肯定的 慢慢我现在采访一下 你觉得这顿这个火锅的牛肉怎么样 感觉 吃不出来 怎么吃不出来 我觉得差不多呀 差不多 嗯 然后就觉得 有点有点小贵啊 不叫小贵要大贵 这每一口都是甜的 这位采访你哈 你觉得怎么样 吃的也没什么区别我感觉 就跟普通火锅没什么区别啊 对啊 吃饱了吗 哎 没吃饱啊 没吃饱啊 没吃饱呢 请你去外面吃那个路边摊 吃两个臭豆腐 在沙仙大酒店拌面扁肉 走吧 吃好的 海 海天丝业 好 嗯 老板在买单 老板在买单 谢谢老板 老板大气 老板大气 拜拜小姐姐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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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